北京时间3月13日消息 2020年东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到计时500天 今年是女排的比赛大年 郎平与女排姑娘们的任务可谓是非常艰巨 目前中国女排部分队员正在集训 没有回归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们 也将调整下状态 准备归队集训 不过就在这紧张的时刻 传来一好消息 中国女排电影女主角已经敲定 而影后拱立将饰演郎平 据媒体透露 电影中国女排即将于今年上半年开拍 目前剧本已经完成 导演由刚刚完成起约这季电影 米赖的陈可欣担任 郎平将由鼓励扮演 女排选手的扮演者 已进行了大量的选举工作 其中不乏女排队员将亲自出演 剧动办电影介绍 张兰心 观笑通两枚影星 或是中国女排电影的女一女二 事实上 早在去年中国女排电影筹备时 就有球迷建一郎平本色出演 不过 由于接下来中国女排将全力被战斗 经奥运 抽不出时间来拍摄 所以将由导演陈可欣 挑选演员饰演 而导演除了挑选演员外 为了拍好中国女排这部电影 也是做足了功课了解女排精神 去年雅加达亚运会前夕 陈可欣带着团队 专门前往中国女排集训地 与女排姑娘以及郎平交流 女排世界在半决赛上 陈可欣特意前往日本现场抗比赛 为中国女排加油 相信通过多次的近距离了解结束 陈可欣导演对女排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从1981年 女排首次世界大赛独冠 到如今已经过去近40年了 女排精神代代相传 可以说再也没有一种精神 能在民众当中 不发重待如此之长的时间 女排精神之所以备受推崇 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氓百事的不畏强敌 顽强拼搏又不言气的精神 也希望陈可欣导演的中国女排能够体现出女排精神 这样才算得上一部好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